处女男,处女座的男生不仅在工作上追求完美,对待感情也是如此,虽然处女座的男生不太会说情话,但是他们却会花费很多心思,为女流准备一场浪漫的约会,让对方从种种细节都能感受到处女座男生的良苦用心。 处女座的男生一旦镇定一个人,就不会再花心,他们会用最大的力气来维护这段让他们珍惜的感情,追求完美的态度来处理两人之间的关系,使这段感情可以变得更加长久。 天蝎嘛,天蝎座的男生不轻易动情,可一旦动了,便会燃烧生命,所以有时天蝎座的男生看起来是急急的化身,天蝎座的男生善于伪装自己,虽然他们一直都在寻找可以出入生死的兄弟,可以白头偕老的恋人,可当面对自己喜欢的人,在摸不清对方心意的时候,就会把自己的真心伪装起来。 可一旦确认了对方的心意,你就会发现这只天蝎,像变了一只天蝎一样对你是爱,关怀,照顾,让你感觉到他的责任感,忠诚度,让你全方位的感受到来自天蝎座男生的爱。 狮子呢,虽然狮子座的男生在外面非常要面子,但是内心非常细腻,只要你不伤害他们到最后的底线,他们就会将被动技能变为主动技能, 用一辈子来呵护你,保护你,你会发现,狮子座的男生会把女友一直带在身边,因为他们很重视自己生活家庭情感的稳定率和和谐,他们不能允许自己的这段感情受到破坏,所以和狮子座恋爱,你会感受到他们带给你的安全感。 金牛男,金牛座的男生温柔且很有耐心,既然选择在一起,那金牛座的男生就做好了过一辈子的打算,他们又固执务实。 所以能让另一半感受到金牛座男生的可靠与务实,虽然感情上大多都会经历一些挫折,但是对于金牛座的男生而言,这都不是事儿,因为他们坚信风雨过后便会有彩虹,他们不懂什么叫负能量,他们心里想着只有一件事,如何能让另一半感受到最完美的关怀与照顾。 天称男,天称座的男生虽然举止优雅,但也难选一位心上人,看似八面玲珑,其实他们内心很专一,但他们又爱得谨慎,所以天称座的男生需要很长时间来考虑,谁才是他最合适的另一半。 这并不是花心或者烂情的表现,只是天称座的男生并不想因为这种事情而得罪,或者惹对方不高兴。 只要他们一旦确定了另一半,便会拿出共度一生的决心和态度来面对这段感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